Goodshow天王推介雙重認證 靚人靚景 你怎可以錯過我們為你介紹的美食 今天我們來到荃灣千色店附近 這裡人流很旺 而且我知道在這裡有一間吃四川烤魚的餐廳 我們馬上去試一下 來到巴勒仔烤魚雞煲他們的午餐 真的很吸引 因為他們的午餐不是普通的粉麵飯 而是四川成都的地道美味 首先我選擇了一人烤魚套餐 今天我選的是鮮菜味的花爐魚 這個100元有得抓 是不是很划算 花爐魚是淡水魚 很鮮甜 整條魚是沒有鮮甜的 裡面有大豆芽 豆泡海帶 整個明火爐這樣上 魚可以保持溫度熱 香噴噴 魚非常鮮嫩 吃下去是滑滑滑的 而且吸了酸菜湯底的醬汁之後 特別的醒胃 好味道 接著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套餐 酸菜魚片飯 這個魚就是黑魚生魚片 我現在試試它 我還是選了小辣 很鮮甜的 沒有鮮甜的 沒有鮮甜的 真的沒有鮮甜的 而且這個酸菜也是很醒胃 很爽口 味道是很突出 魚的味道也是很鮮味的 這個辣度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這裡除了有飯吃之外 還有這個粉麵 粉麵就有這個 冒菜湯底的薯粉 或者米線 我今天就選了這個 牛肉冒菜湯底的薯粉 裡面的配料 就有這個黑客葉 牛丸 金菇 花椰菜 豆腐皮 還有這個肥牛 哇 上面還有些菜脯 芫荽和蔥 都很香 冒菜 冒的意思 就是把食材 放在麻辣湯底裡 煮到熱辣辣 香噴噴的意思 哇 這個薯粉 晶瑩剔頭 我覺得這個湯底 是吸收了所有食物的精華 你不要看它好像很辣 但其實它是豬骨湯底 湯底是非常鮮味 完全不是那些味精的味道 是鮮 然後薯粉是吸收了湯底 很好吃 試一下肥牛 肥牛它的油脂分泊是很平均 吃下去是有牛香味的 加上這個無菜辣辣的味道 很好吃 我覺得這裡的午餐套 有特色 抵食 好吃 嘩 這裡有三款酵乳 六種味道 十五款配料 咦 還有百多種組合 快點來選吧 這個流生漏豆 就很有巧妙了 因為這個漏豆 開始計時 五分鐘之後 把香料全部逼出來 我們就可以開餐了 我今天點的這個就是 巴拿鮮雞煲 這個煲 裡面師傅嚴選了三王雞 它是生炒的 炒至八至九成熟 裡面的香料很香 我看到有紅椒 花椒 西芹 洋蔥 嗯 這些香料 其實是老闆 嚴選的四川 當地的香料 你看 好足料 三王雞 好了 聞到香味 真是 食指大動 馬上試一下 雞 嗯 好香 三王雞 出名是夠滑的 因為它的脂肪 都是漂亮的脂肪 所以雞肉是很鮮味 很滑的 很嫩 裡面的香料 全部都是師傅 在四川原來的香料 裡面有花椒 有紅椒 還有裡面有新鮮的洋蔥 還有糖芹 混合在一起 聞到都覺得很棒 好香 好香 好入味 嗯 好入味 馬上好想再吃一口 而且這個味道 是可以在你的口腔裡面 不斷地湧出來 真是鮮香麻辣 驅全 首先這隻雞非常鮮味 裡面的配料 花椒 那個麻 是非常過癮 然後這個香辣味的辣椒 是很有層次的 在我面前的就是 今天的主打 原條烤魚了 這裡吃烤魚的方法 就是先選了魚 我今天就選了 兩斤多的油水沙巴龍等 廚師真是很有心思 你看看 配菜做到好像一朵花一樣 蓮藕片 我覺得吃四川這些 鍋類的食物 加蓮藕片 其實是很棒的 因為蓮藕片脆薄薄 耶 吃得了 嘩 因為這個 醬汁其實是熬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不要浪費了它 我們上了桌之後 要等它滾完之後 等這個龍等 完全吸收湯汁的味道 我們才吃它 辣辣 嗯 好鮮嫩 好嫩 好嫩 果然是 深海的這個油水魚 不是呢 淡淡肉 這麼大淡肉 一些骨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 巴辣仔一定要賺的 因為它們嚴選的魚 都只有一條隻骨 所以整條魚是沒有什麼刺的 吃下去非常安心 你看 嗯 真的很滿足 其實我快點想和大家save a bye bye 我就跟著來享受這煲魚了 巴辣仔的魚真的很值得賺 首先它的魚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味道也是四川成都的 很地道的味道 然後它的雞煲也是很值得賺 因為雞煲的味道有很多選擇 而且非常地惹味 我要吃東西 吃完這麼霸氣的沙巴龍 當然要配上一杯 這麼霸氣重量級的特飲 這三杯特飲 就是特別鑽然的 因為為了配襯巴辣仔 不同的美食 這麼大杯夠盡興 太滿足了 在香港可以吃到 這麼有四川風味的鮑魚 真的很難得 又野味又香口又過癮 你快點來試試吧 我繼續去HAPPY bye bye 巴辣仔的地址是 荃灣青山道167至173號 昌耀大廈2樓 如果你乘搭港鐵的話 可以乘坐 港鐵荃灣線 荃灣站 E2出口 如果你乘搭 綠色少巴 可以乘坐 81號M 82號M 如果你乘坐 紅色少巴 可以乘坐 雷雲山至荃灣海霸街 來回線 或者荃灣街市街 至黃大仙來回線 又或者是 觀塘進葉街 去荃灣街市街 線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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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